一旦台海巨变,东南亚会怎么选呢? 新加坡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有淡定的本钱 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今天我们再聊聊新加坡那家智库的统计报告 关于东南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事 也就是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某个东盟研究中心 最近发表的那份《东南亚态势报告2024》 报告中显示,有过半来自于东南亚各国的受访者 当被要求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时选择了中国 随着中美之间的博弈加剧由此也诞生了一种观点 那就是一旦台海或者南海发生巨变 东南亚各国将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这种观点正不正确,我们就先不讨论了 因为从新加坡智库最新统计的调查报告来看 就算这种观点属实,我们中国也有淡定的本钱 但就这一数据而言,美国人肯定是高兴不起来了 虽然这只是中国的支持率超过了他们 可这足以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 已经比美国的霸权更加受欢迎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才会导致东南亚各国 对美国的支持较去年出现了普遍的减弱呢 老实说啊,这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 大树底下好成梁,这个道理任何时候都不会变 这和道义无关,只是国家利益事案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呢 各国间在产业链上的分工也在不断细化和深入 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回报率的提高 同时也使得国家间的相互依赖 与互补程度显著的提高了 尽管中国和东盟在某些产业的出口市场上的竞争也日益加剧 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跟东盟之间的互补性和依赖性 中国与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这么多年,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美国在今年之前的支持率能比我们高 那完全是因为当年国民党所犯下的大错 在手握大量华人以及美国的权力支持这两张王牌的情况下 他们却放任东南亚各国土著 对当地的华人华侨进行残害 进而联历了整个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 这也是我们在未来所必须警惕的 面对东南亚一些畏畏而不怀德的国家时 光有经济交流还不行 在武力这方面也不能落下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啊 应该要注重利用我国的国力 让东南亚地区的华裔能够在当地得到平等的对待 说白了,就是要在东南亚各国形成华人背后 有中国政府撑腰的民众印象 进而让那些宗主国产生对华人华侨的敬畏之心 我们中国的确想走一条和平发展之路 想让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在各国生根发芽 但是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东南亚各国都要对中国产生敬畏 没有威慑又没有怀德 只有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 一些国家才会真的明白 在中美之间究竟该站在哪一边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下期再聊